人類乳突病毒 簡稱HPV 一戰一旦感染 不僅會引發女性子宮頸癌 對男性也可能會造成頭頸癌 目前衛福部只提供國中女生 接種公費HPV疫苗 而臺北市衛生局則是宣布 從明年起開放一百一十二年入學 國中男生公費接種HPV疫苗 預估大約有一萬人受惠 只要打一針 就能預防感染人類乳突病毒 簡稱HPV 目前為福部國建署 推動國中女性接種公費HPV疫苗 國中男性則未提供 不過臺北市衛生局十一號宣布 將首開六都先例 從明年一百一十三年起 加碼提供一百一十二年入學 國中男性公費施打HPV疫苗 我們預計就是一百一十二年入學的 一個國中男生 將近一萬人左右 那我們來提供HPV酒駕的 一個疫苗的一個接種 衛生局表示HPV是一種 會導致細胞癌化的病毒 通常藉由接觸與性行為傳染 一流行病學資料顯示 不分性別人一生感染機率達八成 但如果接種HPV疫苗 不僅女性可以預防感染子宮頸癌 陰道癌 外陰癌等 男性則可以預防頭頸癌 肛門癌及菜花等 如果只有打女生的話 其實你大概只有阻隔了一半的一個傳染源 那男生的角色在這個疾病也非常的重要 國健署表示尊重臺北市衛生局的做法 但明年計畫仍依照WHO的建議 接種九到十四歲 性行為活躍前的女性為主 而女性接種率較高 也會連帶降低男性風險 目前效益評估上女性施打效益較高 未來會同步參考國外資料做調整 記者來視頻 蔣龍翔 台北報導